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 《信報》的香港脈搏專欄就踢爆了 原來警隊的內部矛盾正在家劇當中 那些中高層的警官就和前線那群散仔互相不滿對方 矛盾加劇的導火線就是源於行動呼號計劃 本來警力一早寫明警察執勤的時候 就要展示自己的委任證 但是很早期的時候 他們聲稱怕被人起底 所以就已經不再展示出來了 甚至後期更加只是把自己的樣子都蒙埋 讓你識別不到他的身份 沒辦法起底 沒辦法投訴 那些中高層的警官就想了一條糞便出來 你不掃委任證 我給你一個行動呼號 至少能夠識別到你的身份 但是這群前線警員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竟然被傳媒發現到 至少有兩名防暴警察 竟然是配戴同一個行動呼號 之前說這些呼號應該是獨一無二的 現在就受到非常強烈的質疑了 到底你怎麼去辯認的身份 對嗎? 臉都蒙著了 有見及此 在上星期五的《車天車地》記者會當中 汪威信大警司自己也承認 這個行動呼號計劃在行政和執行上出現了問題 而且已經是訓事有關的單位 根據《信報》專欄收到的消息 就說 警隊高層訓事論出門之後 在警戒中引來非常巨大的迴響 儘管部分的前線警員不認同也好 但出外執勤的中層指揮官表示讚賞 為什麼呢? 根據這篇報導所說 他們一早就察覺到 根本上前線警員無視所謂行動呼號的計劃 繼續在深口位置 擺放與執勤無關的襟章或飾物 甚至有些警察索性把所謂行動呼號卡 調轉來帶 隱藏自己的身份 他們認為紀律部隊應該服從上級指令 弄了行動呼號給你 你又不帶 如果不跟從的話 很難說得通 再加上他們覺得 這些前線警察都屢勸不改 甚至有變本加厲的情況 如今由高層去訓事 真是求之不得 但那些前線警察又怎麼想呢? 他們一直擔心 到底警察裡面有沒有內鬼 如果有內鬼 知道行動呼號背後的警察的身份 就一樣會被人起帶 就等於佩戴的委任證是無意的 所以他們就這麼抗拒行動呼號 再加上原來很多中層指揮官 一直對於所謂援助級協會 又稱散仔協會 經常發表一些具爭議性的言論 火爆的言論 感到不滿 故此警察的內部矛盾越發越大 我認為不會否定你這個警察裡 的確是存在內部矛盾的 但是你們這些人在狗咬狗骨 就不能使得那些中高層去漂白 甚至嘗試推卸責任 為什麼呢? 第一 因為你管理層沒有辦法好好去管治那些前線警察 就是你們的無能和失職 是你們的腐敗 中高層的警官 食民之綠就是擔民之憂 所以你們一定是責無旁貸 出了這樣的薪 你就要控制得到那些前線警察 否則就像一群脫毛子一樣 就變成現在這個模樣 還有 你只是做這些放風給傳媒 試圖從前線警員行私刑 或者是暴打市民的行為 就撇清關係 我可以告訴你 是無補於事的 因為你香港警察作為一個紀律部隊 市民是不會跟你分 這個是憲委級的 那個督察級 或者這個員助級 那個就穿白色衣服 這個藍色衣服 那個綠色衣服 沒有人會跟你這樣分 市民只會視香港警隊作為一個集體 故此你想著這樣 噢 那些壞事是元助級去做的 壞事是推卸給別人的 不好意思 你一樣是有責任 還有 市民的眼睛是非常雪亮的 國際社會也不是愚蠢的 草耳制裁名單那些 更加掌握了整個全局的形勢 你以為這樣可以瞞天過去嗎 你這樣就可以逃避制裁嗎 你這樣就可以避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嗎 我告訴你 沒有可能 好了 第二點就是 前線警員 目前你都說 現在完全不受控制 是甚麼原因造成的 就是當初你這班中高層的警察 默許他們這樣做 是不是 本來在六月份的時候 你們就要嚴厲地對付示威者 嚴厲地對付學生 於是你就放任前線警察 來任拉任所 亂打亂打 視警隊通勵如無密 甚至默許他們蒙面 不出示委任證 隱藏自己的身份 隻眼開隻眼閉 好了 當這班前線警察的膽量壯大了 又怎樣 每個都爭先恐後去做生涯體驗 你看看《蘋果日報》 有些匿名的警察出來接受訪問 每個都說 做警隊做警察 一輩子都未必開到一槍 現在有機會了 不單是射催淚彈 射布袋彈 射橡膠子彈 現在甚至乎是亂射 掃射胡椒球彈 開真槍實彈 都幾發 就算用不了這些遠距離的武器 就玩近距離 揮帽這個警棍 打到市民爆肝 棍如雨下 就是這些警察專門做這些事情 剛剛過去幾個月就是專門在玩這些事情 你們玩到非常亢奮 而且發不自眾說是你那些警察 如果一個警察違反警察通例 那些警察當然是 現在一萬個警察違反警例 就沒有人出事了 就是因為這個所謂發不自眾的觀念 每個人都去抓嗎? 每個人都去質疑他嗎? 每個人都去審查他嗎? 那沒有人去執法 所以你現在就任由他來亂來 根本上你就控制不了 為什麼控制不了呢? 就是因為在6月份的時候 你那群中高層的警官默許而導致 好了第三點 我真的想請問 難道721事件 是這群所謂的前線散仔 自己可以操控得到 策劃得到的? 我真的不相信 如果背後沒有一隻高層的幕後黑手的話 我怎麼都不相信 到底那天是誰下令那些巡邏的警員 要對於那些白衣人示弱無睹 看到他也要反過來走 到底當日哪一個下令 999報案中心去罵市民 叫他害怕的話 就不要出街 到底哪一個下令 當日要元朗警署下閘 不讓市民去報案 這些一連串的問題 根本上就是你警隊永不磨滅的樂印和死穴 所以每一次有人走出來 為這個721事件解話 你那群警察都是答到一塊塊 因為你根本想不到一個周全和完美的說法 幫自己去自圓其說 包括你江永祥 今天去到這個有線電視受訪的時候 你答到一塊雲 自己的手機就答到 根本是即時想不到的反應 這就是最真實的 因為你根本是百慈莫辯 竟然江永祥大警司 用到藍絲群體的一個虛假消息 意圖扭曲事實 歪曲歷史 為自己警隊射責 他怎麼說呢 他就說 元朗721事件 就是有人帶著一群示威者 入元朗 而牽引整件事的 麻煩你了 江永祥 睜大眼說謊 全香港市民都知道你在說謊 江永祥 你是不是很想進入這個制裁名單 江永祥 你也說得出這種話 抖了幾萬元的人工 你真是為臭萬年 我告訴你 當日這個林卓廷去到元朗之前 就已經先鮮有一個廚房人 在元朗的街頭被人用藤條鞭打 鞭打 鞭到整個背部損光了 你有沒有印象 在當日的下午旁買時份 那些白衣人 就已經在元朗各區聚集 集結和盤据了 而是你那些警察的警車 走過 當看不到 完全不去折查 這些有市民的陸將來做證 麻煩你 還在賴這個林卓廷 林卓廷哪有這樣的本事 可以帶領那些示威者走入元朗 那些年輕人不聽他們 你說這些話出來 真是找鬼信嗎 而且當初你警察有個說法 就說上環當日出現了一個嚴重的暴動 故此調動不了那些人手去元朗 但目前來說就不是這樣 你那些警察就可以盤据著各個商場去報防 整大堆便衣 那些市民還沒進去商場去購物 就已經全部嚴密報防了 為何721就不見人 其他日子就滿佈了警察 你解釋一下吧 是不是當日的無警之夜是你故意造成出來的 是要給市民感受一下 沒有了警察的時候 香港市民的體驗是如何 你出來解話 你也解不通 解極你也解不通 因為這就是你們警察的死穴 要勞動到這個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出來 叫市民向前看 不要糾纏在這個721事件當中 理睬你也愚蠢 一定要不停來提 一一提 月月提 年年提 721事件 是不是 如果你不是新有市 用什麼叫這個西鐵站 每個月的21日你就關門 提早關門做什麼 就是不讓市民聚集紀念悼念 真是多餘 所以香港警隊上上下下 三萬三千人 全部都是有責任 全部都是責無旁貸 無可推卸 是不是 不要想著中高層的那些 射到那些散仔那裏 散仔又打算射到中高層那裏 你都是殺王的 全部都要負責 告訴你 整個警隊三萬三千人都要負責 不要想著放風給傳媒 就可以為自己票白 你警察內部有矛盾 關我們市民鬼事 我們就看你狗咬狗骨吃花生 你們那些警察 全部都有出糧 全部都有OT錢 錢從何來 全部都是納稅人給錢出的 所以市民監督你這幫警察 是天經地義的 不要再發夢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